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到六楼这个地方 这个是工作室最常出没的地方 也就是说大家最常在这个世界屏上面看到有匿名的角色 或者是一些三个字四个字的ID上电室的时候呢 通常这些这个ID的这个电室上电室的位置都是在龙之谷地间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其实是非常容易达到宝物的 相较于其他亚丁大陆的其他地方 这些地方算是等级最低 然后出宝率最高的一个地方 那在这些地方竟然有这么多的工作室 为什么呢 那想必当然就是为了这些所谓的宝物嘛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这个ID是不是工作室呢 就很简单 我们直接把这个ID把它拉起来 那拉起来的话 这些工作室通常会用三个字到四个字 然后没有特别规则的这个中文字呢 当成是一个ID 那或许有一些玩家的ID跟他们很像 但这个话我们就把它排除不说 大部分的工作室其实你看他们的行为会异于一般玩家 比如说他没有变身 比如说他可能是集体行动 又或者说他就是搭配的这个集体的移动 然后集体的做一些什么补血啊 或者是顺移的这个动作 那么既然有这些工作室 我们就来看一下官方处理的这个状况吧 首先我们点的是最近一次公告的 几乎不到半个页面就结束了 然后再来换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 我们看到这些清单 看起来名字有比较多一点的 但是所谓三个字或四个字ID 好像没有这么多的被公告出来 但是我们随着这个日记往前去搜寻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有几天的日子里面 其实官方在封锁这些工作室的数量呢 或者是一些非法的玩家 数量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相信防不胜防 那针对这些防不胜防的结果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吗 我们再把画面拉回到龙之谷来看 进到龙之谷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这个三叉路口 整个都是工作室 全部都是清一色的 都是这个远战的职业远工的职业 然后大家注意变身 这些变身所有的几乎清一色 都是看到的这个白金 而且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些玩家 其实他们是很明显的在有特定的动作 比如说特定的方向去移动 这个是很明显的 但是这些角色至少都有70级的 他们都有白金变身的话 至少应该会有70级了吧 不可能说这么久了 已经清除了这么多 但是这些玩家心念上来 他们还有办法去拿到所谓的白金变身 而且还这么刚好的都是拿到白金变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空口说白话好像有点那么没有力啊 那我们去来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吊宝资讯来查一下 看看每个伺服器的工作室账号到底有多少 首先第一个是太阳城伺服器 我们以那天获得疾风之界的ID来看 刚才从大概第三页开始 这每一页里面都有10个ID 然后我们继续网架卷 大家看一下这个ID会重复第几页 会重复到第几页 目前已经29页了 30页了 你说这么多的玩家会取类似的这个四个字的ID 而且都是没有规则的吗 那这些都不是工作室吗 他们可以拿到这些宝物 至少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已经在这个游戏里面存活了至少30天 他们把这个签到签满 至少35天了 他们已经把签到签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呢在这个长久的时间下来 官方是没有办法取缔到他们的 那我们再继续刷下去 来到93页 OK 太阳城伺服器大概是93页的这个工作室 那我们扣掉前面三页的话就是90页 90页乘以10笔 也就是说 大概有900个工作室玩家 四个字ID 很接近很接近的ID 在这个伺服器里面 那900个玩家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那我们再把这个画面呢 移动到第二个伺服器 我们选的是公牛 我们来看一下 从第几页开始呢 从第二页开始就有了 第二页开始就有这种四个字的ID 我们再继续往下转 那为了节省时间起见呢 我们现在用快跳的 这样子比较快 从第二页开始就有了 OK这样看起来的话大概是在87页 左右大概87页左右所以85乘以100 85乘以10大概就850个 然后再我们看第三个伺服器也是从第二页开始就有了 那这个的话会到第几页呢 平均下来从刚才看至少每一个伺服器都有800个以上 目前我们刚刚看了两个伺服器都有800个这个工作室 在这个里面 我相信这些ID还不止啊 有些ID其实是三个字的 但是 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特地特地去敲他出来 那刚才我们看起来大概是在我们回转一下 这边都还有这边都还有 我们假设是84 呃80 78页好了78减掉2 有760个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伺服器 刚才那个伺服器有760个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是斯利安 斯利安的话从第一页开始就有了从第一页开始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室有多少呢 好大概是81页左右 好上面这些数字呢 全部都是来自于官方的资料 那一个伺服器里面有八九百个工作室 我相信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哦 尤其是在龙间这个地方 很多玩家想要进驻这边打宝的时候 你会发现 重重受阻 因为所有看到的放眼望去都是工作室 那甚至包括的这个是伊娃王国 里面的海底也都是有枪手的这个工作室进驻 那这些工作室的进驻 虽然让物价变得很便宜 但是也影响到一般玩家的这个练功打宝的这个空间 或许有人说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让这个物价变得很便宜 大家都可以买得起 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游戏的环境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表现 你可以想一下 你投资了一些钻石去买到一些装备 但是这些装备马上就叠价 或者是因为量产的关系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没有价值 那以至于说呢 你所做的投资都是低于应该有的价值 甚至说很多玩家会建议说 你要新进这款游戏的话 千万不要再从零开始练 从零开始练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去新伺服器 但是新伺服器又是另外一个工作室的故事 我相信很多玩家都已经可以证实这件事情 包括小编自己 这个也可以另外再开一篇文章 另外再开一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总之呢 工作室的问题影响的其实非常多 那越来越多玩家选择死挂 越来越多的这个伺服器 选择变成一个死服 那有些情况其实不是他们愿意的 而是因为所有的这个 可以练功 可以互动的地方呢 通通都被所谓的工作室进驻 玩家无法打架 无法去在里面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竞争 反而是这些工作室呢 为了打宝 然后占据了整个游戏的环境 既然如此 有些人选择移民到比较热闹的都市服 但是有些人就选择留在乡下服 那工作室的进驻 其实在这些伺服器 不管是哪一个 都会被影响 那你就算你在都市服好了 你能够可以去打架 但是或许就打不赢课长 那你选择在乡下服的时候呢 这些工作室又占据了大部分的游戏空间 不晓得各位的选择是什么呢 如果可以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小编一起来分享吧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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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